大家早安,可不可以请金建会副主委 好,金建会,我们的黄副主委 李委员好 副主委你好 这个振兴经济扩大公共建设投资计划 那么作为金建会的一个幕僚单位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评估这些各个计划本身 它对于国家的实质的GDP的或者是失业率的影响 你们的评估里面根据这个审计部的结果 我们看到似乎在预期的结果跟实际的结果中间有很大的落差 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不管是在GDP的表现也好 在就业的创造也好 都有一些落差 这些落差的原因何在 谢谢李委员 我想那个GDP跟就业的部分 在计划前当然都有一个总体的经济模型在分析 但这个各位委员也非常清楚 那个模型里面有很多的变数 有一些敏感度的一个变化 那这里面有牵涉到几样 第一个就是我们整个四年五千亿的建设 后来因为真文水库南华水库的关系 有移拨了285亿啊 把这个规模减少 移到那个做其他的那个建设去 另外一个就是四年的经费 我们把它改成三年 那么这是属于内部的 外部的部分整个国际的经济的景气 所有的这些执行的这些状况啊 还因为外部的因素有所影响 最后有一个就是这执行啊 要到完工的时候啊 它才能够完全把效益显现出来 所以现在没有完全完成的时候 后续还会继续增长 它的一些效益跟工作机会 那么这几个因素啊 都是造成啊 有一些落差的原因之所在 你确定 你们确定每一次的预估 预估都是正确的吗 预测永远跟实际的状况 会有一些差距 主要的差异就是一些参数变数 外部环境的系统的改变啊 造成的 我们担心的是什么 我们担心的是说 你都是偏高的高估 最近两年来 99年100年来看 都是高估了 你的预估的深度是太乐观 98年倒是反而 效果比我们预估的高了 但是99年100年啊 后来整个景气的环境有感觉 99年100年 不管是在失业 GDP的成长 或者是创造就业机会来讲 都看起来都有一点点 这个偏高的问题 不错 那么我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各个部会送出来的 金建的重要建设计划 是 金建会有没有把它做一个 评比跟优先顺序的排列 当时提出来的时候 是有根据啊 整个对于经济 警戒的刺激 以及工作机会的提供 比较有效益的 有成熟效果的优先来做 那也有一些是考虑到当时公共建设的急迫性啊 来做 这个是有考虑 不过在执行上的过程中啊 因为每一个单位在执行上 有的是自己执行的 有的是给地方政府执行的 那么也有执行的程序跟地方的配合的问题 所以每一个计划到最后预期的 跟计划中还是会有一些差距 那么现在 原来的执行率啊 报告商虽然少了一点 不过我们从 去年12月底再重新估了 现在都已经达到99%以上的一个执行率 我更好奇的是 你手上有没有 有没有库存的 可以立即需要投资建设的计划 事实上现在以我们公共建设每一年来看 经过大院通过的预算 像今年1700多亿 不到1800亿 那往年的那个 核定的预算 那个计划 300多个公共建设案子 事实上每一年的需求 都要将近到3000多亿 所以老实讲 以现在以核定的计划案啊 我们的能量啊 供给上事实上 都还难符合实际的需求 那么对于新增的案子啊 只有急迫性的部分 当然还是要分年的来 核对或者核定再来编预算 不过 以现在的能量来讲啊 事实上我们的供给啊 是跟我们的需求是有一段差距的 OK 所以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 主要的原因是 第一个 经建会本身是应该要有 相关计划的一个 不断的update 评估 然后订立它的优先顺序 如果当政府需要新的一波 扩大建设的景气的 扩大 为了提振我们的经济景气 要扩大建设计划的时候 你可以立刻拿出来 避免今天我们看到后续 后面所提到的这些计划的可行性 或者是荒谬性 了解 我们看到成绩部里面审查到各个单位的时候 执行率非常的差 非常差的原因 很显然在当初在评估的时候 没有去考虑过它的优先顺序 它的迫切性 导致了资金的滥用 所以我希望金建会在这方面做好把关的工作 我给委员报告 现在过去我们在做计划跟预算的时候 金建会都是经过院交易以后 每年在审查 那为了能够做一个比较长远整体的打算 事实上我们这两年 我们就主动要各部会一提就提出四年的计划 把四年的预算跟四年的计划都提出来 那我们这样的控管的话 不只是每年要update 要滚动的检讨 因此我们也有刚刚委员提到的库存的这种想法 那另外就是做好库存的准备 虽然现在能量供给不够 一旦有一个能量供给的机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从里面 本来已经核定的案子 或者本来已经筹备的案子里面 比较高品质高急迫性的优先来做 那么这样的话 对于将来如果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 我想会有比较好的效应 谢谢您 不要仓促成军 我们今天看到会有仓促成军的问题 谢谢 可不可以请自来水公司 自来水公司有没有来 没有 没有自来水公司 那么可不可以请铁路局 铁路局来了没有 也没有 铁路局 铁路局 局长 你好 一百年振兴经济景气方案里面 花东铁路的这个瓶颈路段双轨系统 你的预算数34亿 执行率只有20亿 怎么回事 很抱歉 因为这部分是我们铁路改建工程局执行的过程 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那个跟委员报告 那个这个部分呢 花东铁路电气化的部分 因为当初有些发包的这个 还不是那么顺利 那现在都已经全面开展了 所以应该是已经把进度都已经赶上 难道铁路局在这方面没有长期的规划 早就准备要做这些事情吗 怎么会变成临时 是仓促成军吗 不不不 那个因为当时在这个计划执行的时候 也做一些调整 那第一个当然包括一个一些用地的取得 那么其次的部分是因为 总统呢 希望能够把这个期程啊 从七年缩短成五年 所以我们做一些工程上的一些调整 所以这些因素呢 看起来是有点慢 但是后续的部分已经陆续赶上 那当然还有一些因素 比如说 有关于这些隧道工程 还有河川治理的一些因素的送审 这个部分受一些影响 特别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希望 不要说只要努力的去要钱 要到钱以后不去执行 这是非常让人家很不满 因为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 OK 所以你看看 我们继续追踪这件事情 是 好不好 好 谢谢 可不可以请农委会 好 王国主委 农委会是 王副主委 你好 委员赵 我想请问一下 在这个审计部审查的时候 讨论到游艇码头 说你们没有有效建立相关的管理跟配套措施 我看了一下统计 确实如此 这个平均进出港的这个烧刺 非常非常的有限 到底 游艇码头是该归农委会馆呢 还是该归交通部馆 跟委员报告 基本上 那个交通部这边扮演的角色也蛮吃重 那当中呢 有一个部分因为可能会用到游港的设施 所以基本上 农委会是在业务可以容许的范围尽量来配合 那配合的结果 今天看到的这个 我们的你自己的报告里面啊 你满意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停破状况 这个进出的状况吗 报告委员 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也是因希望能够投注下去以后 它的有效性能够高一点 所以变成也比较谨慎 比较谨慎 是 我觉得这个你谨慎什么 请问你谨慎什么 谨慎什么 你什么比较谨慎 你建了码头 没有人使用 这叫做谨慎 这个一页鼠会比较清楚 是不是容许 我们副署长来跟您报告 谢谢委员的指教 那有关于游艇码头 在游港里面建的 这些的话是原来 在游港里面的码头跟坡地 我们把它拨出来 没有在做新的码头跟新的坡地 而是用现有的 码头跟坡地 做一些改善 那做了三个地方 包括八斗子 我知道我知道 你现在你现在问题是 你的席次 144席的马席数 真正使用的一年才不过71席啊 跟委员报告 八斗子这个的话就是说 在去年的时候 我讲的是你全部的 我讲的是全部的 我希望 我现在我们可能要写一个决议 或者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 就是跨部会 交通部跟农委会 各管各的 结果两边都变成没有效果 发展海洋国家 海上活动 我们甚至还要成立海洋部了 对不对 本来还要成立海洋部 结果搞成这样子 这个真的是 这个真的是天下的大笑话 是不是 跟委员报告一下 在八斗子这边的话 我们大概有五十几个船席 这五十几个船席 现在是停的 几乎是百分之九十 以上我们每天有做统计 另外 在 乌石这边 就宜蘭的乌石 目前还在新建当中 那安平这一部分呢 是刚刚建完 那所以呢 以目前三个渔港的 这个游艇码头的停泊状况 我们是有信心的 最后一句话 码头不是只有码头 还有上下卸船的地方 那些wrap 斜坡道 这些都应该设置 否则的话 很多很多在海上活动的 有游艇的人 他们希望从事海上活动的人 看到我们的这样的设施 真是放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 到底政府的诚意在什么地方 是 好不好 委员指教的 请你把 请你把这个相关的资讯 整理好以后 细分给本系 好不好 谢谢 好 谢谢